这个天气好晒豆角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我们就搞了点豆角 回来晒豆角干 这个天气晒了一个星期 应该差不多干了 都晒干了 我们拿来炖猪脚 拿来焖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很甜的 快点搞 等一下要去老台那里一下 他刚刚打电话过来了 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道他电话里面有没有说 他就说叫过去 把纸一点嘛 你看我摆的 那有点看向 那我纸干嘛晒的干就可以了 哪里 它晒的灯 你不把纸的话 它晒的弯弯曲曲的 一茫茫的 这样摆整齐的 嗯 好香啊 前面那个好漂亮啊 彩虹 看见彩虹了 好运人的双彩虹 是啊 那上面还有个没这么 显的 啊 双彩虹 走运了走运了 真的好漂亮 是双彩虹 你看你看 好久没见到彩虹了 没想到在我们这里的天气这么好 那我过来干嘛 帮我来参考一下 这个 这台租多少钱的嘛 你这个车干嘛 我要卖了 人家过来看 不是吧 干嘛卖了呢 你为什么要卖这个车啊 现在缺点这个 急用了 留来也没有真的是开出去 是不是两三天在一起 那那他们给多少钱 还没聊好 还没聊好吗 还没聊好 先生知道了 我们跟他说 你没跟他商量吗 没没说 他叫我不要不要卖 嗯 他说他想卖他那一辆 因为他现在也有点 就是跟人家做生意 那你们两个的都要卖了 那个车两个车都不 我卖好这个的话 他那个就不用卖了嘛 他那个卖了 要不知什么钱 到时候又又 也是 而且我也需要用原型 那你要想好 你这个车都没开多久 你那真的要想好卖车这种 说实话买 买车卖车这种 我们也帮你们拿不到什么主意 你们自己考虑好 有些事情 妈你这样子卖要亏蛮多钱 你去年是才开一年 快一周 快一周 因为现在是 经济不允许呀 我也想留了 是吧 经济不允许呀 看得办嘛 这个其实我觉得 你看想想办法嘛 这个这样 这卖的不好 不好算 但是你想搞什么 你能想一下办法 主要是留着他第一的 太浪费钱了 还有没有什么作用 在农村里开个主持 又不是出去谈生意的 也是有道理 说是这样说 但是你才开了一年 你要亏好多钱 我觉得不怕算 现在一个手车也不值钱 这个不最都不值个 是十四五万这样子 是不是 知道吗 跟他们聊一下先 你跟他们聊一下 你还是想清楚先 我觉得 等一下你们也帮我谈 谈谈价格嘛 是不是 嗯好 你帮我说一下 嗯行行行 尽量高一点 那你就是说 我就是说 在你心里都是 特别能 出手动作 你自己心里有什么不错 我也问过 中国二手车是厂的 反正二手车是厂的话 都给的价格不是很高 因为人家是二手车 他要赚的吗 他要赚的 他这个是个人 个营的吗 是吧 他就少了一个中间 我今天拿这个是个营的 是吧 是吧 个营的肯定要给的高一点 那你帮我去 嗯行嘛行嘛 我觉得你还是考虑好一点 最尽量不慢就不慢嘛 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不会省得的 我看见你装到里面那个灯 我自己的车真的是爱抚的好好 还那么清楚啊 这个车 没办法 现在到这样子没办法了嘛 那行嘛行嘛 自己看得办嘛